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呢 前几天接受了福斯新闻台的专访 他就炮轰拜登呢 在两岸还有阿富汗以及伊朗的政策上 显露出美国对敌人太过软弱 蓬佩奥表示呢 对比过去川普政府对台议题呢 立场非常的明确 让北京是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呢拜登政府现在 并没有进一步的这样做 他指出呢 光是大陆的八月试射几因素飞弹 显示大陆的相关技术呢 已经超乎美国的想象 但是呢美国却只有以 欢迎激烈竞争做出回应 蓬佩奥认为这不是回应 中国大陆的方式 认为呢中国对美国来说 并不是竞争者而是敌人 这表明了想要让全世界 变成跟中国大陆一样的 马列主义世界 蓬佩奥痛批这一些例子呢 都显示出拜登太软弱 会让美国陷入险境 并且被敌人彻底的击败 好蓬佩奥这番说法你就知道了 到底是谁在搞乱世界和平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最近呢在微博 你有没有刷到呢 中国的空间站的这个影片直击啊 有网友形容这真的是夜空中最闪亮的星了 天空站中国的空间站到底在地球上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你抬头看看的话有机会可以看得到哦 它会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 但是呢它是会快比较快速移动的 中国空间站呢 现在啊神周十三号在空间站对接之后呢 这个三位的航天员呢 要在太空出差半年的时间 而这空间站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呢在地球上所看得到的 不晓得大家看得清楚吗 好空间站是会移动的 这个影片呢就登上了新浪的热榜 有网友就拍下了中国的空间站 飞越了北京上空的视频 那么天空中的亮点呢 就是天文迷最近呢 大家一直在关注的热点了 专家表示呢 因为啊地面上虽然天黑 但是呢在外太空在高空中呢 这个太空站呢 是可以被阳光照到的 所以呢就可以看了一清二楚 就是像星星一样 你会看到有亮点在慢慢的飞行 那么中国的空间站呢 大约是每90分钟啊 很快的时间就会绕地球一圈 所以呢一天可以绕地球 15圈以上 有很多呢中国的网友 看到这个影片啊都感动的说 这真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感到自豪 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来看到啊 这一点也倒是蛮让人觉得 中国大陆的消费力真的是奇迹啊 2021真的过得好快 马上双十一又要到了 年底的购物季 我们来看到大陆今年呢 天猫双十一第一波的预售开跑了 这个时间啊因为呢 要让大家不要再熬夜 所以呢就提早到了晚上八点钟 没想到呢时间提早 大陆的消费者直接买到淘宝都崩了 10月20号的晚间呢 大家真的是见识到了大陆的销售奇迹 首先有两个关键字 第一个叫做淘宝崩了 第二个是双十一预售 都登上了勒搜榜的第一跟第二名 20号的晚上八点钟 天猫双十一啊开始预售 然后呢有1400万款的商品呢 是集体的打折 结果说刚开始卖就有网友发消息反映说 奇怪了这个讯息怎么都发不出去给客服呢 有网友一开始还以为 是不是自己家的网络的问题 开始检查自己的网络啊检查WiFi 后来才发现哦不是 原来是淘宝崩了淘宝当机了 那么在淘宝官方呢 火速的修复之后呢 网站还回复说 原来不熬夜的你们这么猛吗 好买到这个网站当机 中国大陆的消费力真的也是非常的强 那今年呢到目前预售为止 谁是带货王呢 好这些消息都是今天的热搜啊 透过了淘宝主播的销售榜显示呢 中国大陆直播带货名人李佳琪 他的销售额达到了 来看看 这个是106.53亿元人民币 他是拿下了双十一的预售冠军 李佳琪呢 你看到他涂上口红 他的外号就叫做口红一哥 也算是封号 他还入选了时代杂志的百大影响人物 因为呢他的销售额有多强呢 5分钟他可以卖1.5万只的口红 他一年为淘宝贡献1.5亿美元的销售记录 李佳琪啊 他曾经呢连续6个小时 帮网友试色380只口红 擦到最后他本人都开玩笑的说 嘴唇都要没知觉了 也看得出其实这些网红带货啊 他们也是有付出的 再来第二名的带货王就是维亚 他的直播销售额是达到了82.52亿元 不过相较于中国大陆的民众呢 买得开心准备收礼物了 那么在美国呢 12月的圣诞节 可能买不到圣诞礼物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现在啊 我们说美国的塞港问题呢 还没有解决 美国到底怎么了 今天呢 总统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兵州 原来他是要来推销他的 两兆美元的国内预算案 不过呢 拜登眼前啊 面临的是跟民主党的这个内讧 还有呢 人民对拜登的信任危机 蜡烛两头烧 因为呢 他曾经啊 在这个月10月13号的时候 承诺说 要解决洛杉矶塞港的问题 保证说呢 24小时绝对都能够 运作让这个货物可以流畅 但是到现在为止 时间很快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 还是没有改善啊 洛杉矶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长堤港区啊 这个货柜呢 堆积如山 为什么货柜会下不来呢 CNN甚至还警告说 这些货柜里面可能有很多是 耶旦节要卖的产品 小朋友等着耶旦老人送他们的玩具礼物 可能都在这个货柜上 到时候如果没有办法 准时的让货柜出清的话 出港的话呢 很多店家没有办法收到货 可能很多民众都没有办法 买到应景的耶旦礼物 天上全都挤满载着 满满货物的船只等待卸货 美国加州洛杉矶港塞港 数以万计货物严重卡关 拜登不久之前才信誓旦旦 一定解决 尽管承诺24小时运转解决问题 但洛杉矶长体港区 货柜还是堆积如山 临近港口的马路上 甚至塞满来不及卸货的货柜 民众气得干脆直接封路 洛杉矶港货柜进口量 占全美四成 是美国供应链关键 港口中塞满上百艘货船 但北方的奥克兰港 却让人压抑 居然罚人问津 CNN报导分析 加州港口地理位置具有优势 从亚洲来的货运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但如果加州塞港 船只花太多时间在等待 就会连带取消 往来奥克兰港的运输业务 我们每天都会设定 每天都会设定 每天都会设定 我们可以设定 一位大型的公司 我设定了一大型的公司 在几个月份 已经设定了几个星期 所以它很难 定乎时会出现 美国供应链危机 无法解决 成为拜登头痛难题 但拜登重返故乡冰州 则是同样当务之急 他强力推销规模 从3.5兆缩水为2兆美元的 国内预算开支案 而最大关键在于 拜登能否先解决 自家民主党内讧 中天新闻张力报导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非常震撼的画面 也希望一切平安 大陆辽宁的沈阳市 在今天早上8点多 有一间餐厅突然间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气暴意外 我们看到呢 画面当中啊 这个大楼被炸的 只剩下骨架了 爆炸的餐厅 三层楼 已经炸到面目全非了 那么气暴的威力还颇及了 方圆一公里的范围 目前呢 收到的消息是 至少有三个人不幸罹难 30多人受伤 我们带您来看一下 当时气暴时有多么的震撼 现场视频显示 附近的多栋建筑受损严重 外窗损毁 露出了钢筋 停在路边的多辆轿车 也不同程度的受损 好 就在呢 这个街区啊 突然冒起了 这个大量的这个烟尘啊 这个巨大的爆炸 这是民众的行程记录器 拍下的画面 好 这间餐厅呢 瞬间喷出了大量的浓烟 两边的建筑物啦 瓷砖 招牌啊 都因为爆炸的关系 被震道掉落 那么由于沈阳呢 当地在爆炸的前一天 才停止供气 所以呢 现在媒体在猜测 是不是这间餐厅使用了 液化石油气 所以导致这一场气暴的意外发生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我们接着来看强国角力战 美国想抗中又来这一招 又想靠制裁来贺阻中国 美国的反华议员呢 在推南海东海的制裁法案 但是大陆专家分析 美国这么做的背后 都是政治私利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呢 他们通过了2021年的 南海与东海的制裁法案 要来抗衡中国 非法对争议海域宣称主权 那么拜登呢 就依照这个法案 接下来就可以制裁 破坏区域稳定的中国官员 还有企业那么具体的措施呢 包含了冻结在美国的财产 不得入境美国 或者是取消吊销签证等等 那么这个法案呢 是由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欧 还有民主党的参议员卡定联合提出的 要求美国总统呢 在法案生效的60天之后 对于直接或者是间接 危害区域安全的中国人 或者是实体展开企业的制裁 那么除了说包含出动中国军舰啦 军机之外 填海造陆啊 在争议的区域啊 有基础建设等等 都被美国列在呢 这项法案的制裁当中 那么这项法案呢 也禁止了美国政府出版任何 将南海跟东海 称为中国一部分的文件 同时也禁止那些协助中国在东海南海 某一些投资 不承认中国对争议主权 争议海域宣称的主权 那么不过呢 想要通过这个法案 也没这么容易 这个法案呢 必须要在美国的联邦参议院 众议院都通过之后呢 然后接着 美国总统拜登得要签字 他才会有法律效益正式的生效 那么专家怎么样来分析呢 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 副主任信强 他认为呢这部法案肯定是一部恶法 因为他会怂恿一些周边的国家 跟中国来抗衡 如果通过的话 中美关系的紧张程度一定会再加剧 同时他也提到了 美国议员呢推这些反华法案 一方面就是想要制造话题 博取版面 美国议员呢 每一年都提出很多反华法案 那他说呢有一些纯粹啊 就是呢吸引大家注意博眼球而已 但是呢最终能够成为法律案的 其实很少 大部分呢都是一个议题讨论 然后呢就泡沫化也没有下文了 所以他认为呢这部法案呢 到成为法律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且就算 真的这个法过了 美国也未必能够落实相关的条款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对中国的影响力 真的不大 只是呢一个议题 抛出一个议题来讨论而已 那么美国的清华大学呢 国家战略研究院的研究部 副主任前锋他认为呢 美国部分的这个反华政客的疯狂举动啊 很显然对中国的内政呢 是粗暴的干涉 对这些反华政客而言呢 离开中国话题 离开反华话题 抗中话题 好像他们就不知道 怎么展开政治活动了 所以呢他的分析是 这些反华的议员呢 是吃定了反华这碗饭 但其实背后呢 都是他们的政治算计 政治私利 前锋表示呢 这个提案在美国参议院的 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之际啊 其实呢正值中美对抗趋缓 前一次我们不是常常报道吗 有很多的美国官员啊 中国大陆的官员啊 互相呢在沟通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法案的提出通过 让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 就不高兴了 所以呢他们认为呢 这是拜登政府在妥协 于是呢就加强了各种 反华行动的步伐 可以预料的是 他说类似的行动 反华行动还会继续上演 而且呢还有可能会更加疯狂 说到了南海议题呢 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又再次的 因为南海的主权争议刚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画面 菲律宾的外交部表示呢 大陆的船只啊在南海 透过了警报器喇叭无线电通讯等等的方式呢 挑战了菲律宾的船只 所以菲律宾呢 现在严正的提出外交抗议 菲律宾的外交部指出 这些挑衅行为呢 对于南海的和平秩序 安全构成了威胁 也违反了大陆基于国际法应该要遵守的义务 当菲律宾在领海周边进行例行巡逻的时候呢 类似发生的情况超过200次 那么其实啊最近几年呢 非中两国在南海领土主张上持续着有分歧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呢 从2016年上任以来 菲律宾已经对中国大陆提出了80多次的外交抗议 菲律宾斯